据交道的是政坛的话题焦点要看到这民进党立委苏巧会日前已超过九成的超高票数当选了新北市的党部主委 不少人就力推他竞选2026的新北市者 在今天呢他是特别来到了辖区英哥参加包粽子的活动 因这端午节是不免让人联想是否这谐音词包重 那反观这同样力拼新北市长的这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反而是遭到这国外人权团体撤销奖项 就连这国民党恐怕也都不会挺他 民进党立委苏巧会才出现现场民众涌起庞大欢呼 苏巧会接下新北市党部主委持续与地方相亲不感情 吃下粽子比出大大的赞 苏巧会参加赢格包重活动 包重与包重实在好友联想 是为2026新北市长选举暖身吗 主委的这个职务那我知道责任更重 但同时我也是自己这个区域的委员 所以能够把握每一次和相亲见面的机会 我都一定会亲自到场 比起选举苏巧会选择先顾好民众福祉 不过同样积极备战新北市长的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近来在立院与国民党遇走遇近 似乎面临大麻烦 长期致力于台湾民主发展的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 31号发出声明谴责黄国昌近期在立院的行动 更表示不愿他以得奖者身份破坏台湾民主 要将2015年因为太阳花学运 特别颁发给黄国昌的料宿中纪念奖撤销收回 面对指控黄国昌回呛 这奖项便民进党的奖 但除了招撤奖国民党内部基层恐怕也不愿支持黄国昌 因为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呼声同样很高 新北市目前还是国民党侯友与市长他的主政 但是你说他们那么大的一个党 要来推派黄国昌可行性不大 2026市长选举还愿 各政党有利人选动作频频 但对民众来说只希望上位者好好做事 记者中文报道 台湾世卫行动团在27号是抵达了瑞士日内瓦 和各国组织团体进行公卫交流 昨天返台 在今天总统赖清德是亲自的接见他们 肯定这次交流成果 而卫福部长邱太元也开心的说 WHA的大会当中为台湾发声的国家事越来越多了 卫福部长邱太元带领的世卫行动团刚返回台湾 总统赖清德就亲自接见勉励 台湾再次没有受邀参加WHA 但是团队在27号就到瑞士日内瓦和各国交流 拉近距离 台湾争取参加WHA的努力被各国看见 在大会中替台湾发声的国家多达27国 包括美国 日本 英国 加拿大等 当中荷兰更首度表达支持 海地 法国等国家也直接点名台湾 事件中的重要合适应 失望了全部 ay理想到台湾兰 тиров anxieties 对台湾对台湾 我绝对台湾兰移民 感到比授勤者当国家产业联 introduce与 nostalgia 而且是 believers 北京 伊朗入没有 这部节目并计划开身时 看来跟台湾民突然的双方砍 省度棱的日内瓦 为台发声的国家相比上一届组组增加十一国 不仅是为行动团积极争取支持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程 立委陈金辉王正旭林一军 也组团到瑞士国会外交 就叛台湾的公卫能力受到更多国际肯定 记者吴宣军林俊廷 SNG小组台北长报道